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现在只有四件bogo 我留下来了 这几件bogo都是 其实是早些年的 这个应该是 我记得好像是03 那个时候穿这个穿的是最多 This is my first 这是我第一件bogo 这是11年的Burgany Bogo 这件其实我爸当时给我的时候已经是穿过了 之前其实我有见过这个 因为我爸的一个 因为他是建筑师嘛 他之前有一个team的一个人 反正he was a skater as well 他每天上班就是 我记得当时去办公室玩的时候 他旁边总有一个就是 he's got a skateboard by him all the time 总有一个谎的 and he wore a lot of this 所以我见过这个bill 然后当时我对这个bill crazy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爸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说 oh this is something apparently that's cool right now so you have it 就大概在八九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owning a bogo 就是其实 but owning supreme 不只是说anything from supreme owning a bogo was like a whole nother level 而物以稀为贵 因为supreme 其实一直是一个 类似像肌肉营销的一个方式 因为 it's limited 就是说 there's only a limited amount of people who go wear so this one for me actually means a lot 其实像我那个时候去玩的时候 不是为了resale的 我更多的是 其实是 我喜欢这个品牌 我喜欢它的品牌文化 this is from 2006 这是06年的 这比这一件还好 因为我当时有段时间 专门喜欢去找这些老的 你后面会越来越发现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你会见到这个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穿这个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 it's not special anymore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独一不二的 所以那时候就会收集一些 可能大家都不再穿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一件呢 就是这一件是真的 这件真的是独动 这个原来应该是一件黑色 但是已经有氧化了 this is 9098 这是我弟出生的 这是我的弟弟 我们今天 出生于1998年3月28号 费城Philadelphia Philly Rapid you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but he's a really really good kid one of my closest friends 就是 我一生 my best friend basically right here 你跟你弟弟区别那么大 我跟我弟区别哪大啊 不大啊 胸肌 你不觉得 哈哈哈哈 以后以后 我们所有的拍摄 能不能不带上他